大家好 我是阿海 今天帶大家看291個月的房子 房子是一整層 有三室 兩廳 一廚 兩位的 房子已經訂房了 他就開始在房子裏面 加床鋪 把房子的油煙櫃給裝上 房子窗裡也進入 前面不遠就是市區 就一兩公里 買菜出行的話 也是一兩公里 在這個房子也可以叫個外賣快遞 也在樓下就可以起 這個房子呢 現在我們在樓頂 樓頂可以亮映 房子在四層是一整層的 房子旁邊還帶一塊菜地 可以使用了 還有個太陽蠻大的 這邊的市區 這邊有個醫院在這裡 也收於前進期 現在我們看看房子 看這個房間了 進來是一個大廳的 房子剛裝修好一兩年了 他還沒打掃衛生 房子採光挺好 這邊就是兩間臥室 看這個門進來 這個臥室也蠻大的 房東人員地方他加個床在這邊 整套房子他一共加兩個床 這邊有個接水管 可以接水 看一下門前 門前就是下面可以停車 這個出租車是房東家的 他菜地是在這個側邊 有個菜地可以使用 這個上面一整層的這個客廳呢 都有四五十瓶 到處都是插線孔 這邊是衛生間 也是蹲的 房東人住呢 他就開始加洗手池啊那些 洗澡的淋漆在裡面 可以加好 他每一整層呢都是 有這個水墊 水表是在裡面的 這邊也是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還沒弄好 往這邊過來 看這邊就是 臥室 這個臥室有十幾二十坪 往這邊過來就是 廚房 廚房是單獨分開的 像裡面插線孔啊那些水管 他的接通了 只是後面有個地方 他就開始加那個油煙櫃 油煙機在裡面 就是當一個廚房啊 如果不做飯的話 這個房間當個臥室 也可以的 看看房子後面 你看沒家沒戶的是 建立一大洞一大洞的 下面後面得點菜地啊 得點狗樹 後面也可以停車的 這邊是後門的 Hello大家 覺得這個房子怎麼樣 291個月 3500一年租金年 我是阿海 這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海 現在雲南其境住街 距離市區兩公里多的地方 找到農家院子 房子是三層 一整棟 加院子 占領面積四百坪左右 院子裡面種了各種果樹 還有菜地 旁邊還有大便竹梨 房子的臥室 加起來有十一間 三個客廳 每一層都有衛生間 洗澡間 房子兩邊的是窗屋 採光比較好 也比較通透呢 房子上有些家家的 是帶在裡面 可以如何使用呢 2021年 這個房子呢 一大家人住在裡面 或者是合租也可以 現在我們看看那個房子 環境 看看位置 到底怎麼樣吧 房子的周邊環境挺好 這裡買菜的地方 有六百米 坐工程車也是六百米 旁邊新修一條國道 它國道呢 有一百多米 也可以坐工程車到 17 兩公里多 趕機買菜到租街的集市 有三到四公里 坐工程車也可以出行 自己開車也可以 這個院子裡面是可以停車 停四個車的停在下 這個院子呢 房東上可以用剪一個雷巴 圍起來 圍成一個院子 裡面種了果樹的 種了六七種 一年四季吃水果的 吃不完的 從這條小路 是進這個房子 唯一的主路 這個路呢 有三面左右 寬度 巡視貨車也進得來 把它拉個貨啊 送個東西也進得來 旁邊呢 這邊是種了荷花 還有瓷菇 足水邊這邊也是種了荷花 瓷菇 還有膠板 往這個方向是造石器 這個房子是造石 向東的 在房子後面 從這條路出汽 六百米到七百米呢 就是做工程車 買菜也在菜市場 起快地到租街的集市 有三四公里 到期間市區呢 只有兩公里多一點 這邊路呢 平時開罐了 也蠻寬的 旁邊呢是坐的鄰居 這個房子呢 後面有個後院 側邊還有院子 前面還有小個院子 然後這邊呢 是種了一些 蘋果樹 杏樹 這個門前 這片地呢 可以圍起來做個簡易的旅吧 停個三四輛車 就停得上的 這邊是他兒子的車 而是他門前是種了很多果樹 一年四季呢 都可以蓋果子吃 看這個門前呢 這個柿子 覺得還蠻多的 一串一串的 他門前這邊柿子樹 都有四克左右 然後這一大圈呢 都是房東家 下這個竹林呢 然後他這邊呢 就是有個四十瓶左右 一塊菜樣子 看這個菜種的蠻好 前面就是事業比較框框的 這邊呢是兩個杏子樹 還有琵琶樹 桃樹之類的 這邊就是一個小后院 這邊一個後門 再看看前面 前面這邊是375一個 還在 他側邊是沒住的人的 現在我們進房間 這邊進來呢是一個洗衣機 然後是一個水墨式的地板 上面就是這種天井的 一共有三層 從這邊呢就是上二樓 看這邊呢 這邊過來就是廚房 像冰箱啊 這些灶台 它全部都在裡面 可以用的 這個廚房蠻大的 應該有二三十坪 基本是有點潮汐漸的 這邊是一個雜物房 也可以搬個臥室 這邊是蹲的衛生間 也可以洗澡 我這邊看過的 這是房東的 這邊是一個客廳 有個三十多坪 這個沙發他要搬走 然後 有人租的話 他跟三樓那個沙發搬到下面 這個電視它是新買的 它也搬到新房那邊 五十多寸的 這個房子採光 周邊 都挺通透的 從這邊過去呢 到後門 這邊有一間 你可以當個小卧室 這邊還有一間 你可以當個卧室 等於一層有三個卧室 看一下二層 這個房子 唯獨好呢 就是周邊的環境挺好 房子很安靜 現在 上二樓 左手邊這道門進來 這邊是一個大廳 這個大廳有四十坪左右 兩邊都是窗戶 採光挺好 這邊是有兩個卧室 還有床在裡面 他母親是住在裡面 但是他們新房已經建好了 小孩已經搬過去了 日餐女兒 你好 看看這邊呢 就是一個洗澡間 洗澡可以有熱水 也是太陽能 這邊也是一間房 這邊還有一間房 然後這邊是盲藤的衛生間 是有洗澡的 好 現在我們看三個 房屯攤 小孩呢 剛生完小孩 所以他現在目前走不了 有人看房 看證了的話 到十二月份 他們就可以搬過去了 在農村的寫所時 生個孩子 在家裡面 待一到兩個月 才能搬家的吧 搬到新房子裡 看這邊呢 這邊也是建築室 房間挺大 這邊還有一間卧室 然後這間呢 就是衛生間 是墩的 往這邊過來 下面是堆的薏米 一般在銀杆這邊 氣候乾燥 它不用拿到陽光 按起量 就放在房子裡面 自然就封乾了 然後這個沙帕 它如果是租的話 它搬到一樓 一樓那個沙帕 它搬到新房裡面 下面是瓷磚的地板 這間有間卧室 他小孩的結婚照 這邊還有一間卧室 這個房子 總計數下來 一共有三廳 三位 一個廚房 還有十一個卧室 霧室 我們看到這個玻璃 就是下面那個中空的 右邊它養了些雞在這裡 在這邊可以看到 最近的事情 那些高樓就是 在房子後面 這邊還有一個霧台 側邊還住著人呢 這邊是用網圍起來的 房頂是用太陽能 洗澡的 因為這邊紫外線墻 基本上每家 我每家都是用太陽能 後面你看這邊 便宜挺空旺的 是人家的 這邊之前是 種了那個瓷菇 沒種起來 放了些儀 在那邊養儀呢 在房子側面 這邊是停車 這邊是菜地 這邊種了很多果樹 現在看到那一圈 那一片竹林呢 加竹子 裡面很多果樹呢 都是房東家 都是帶在裡面 可以使用 種菜啊 幹什麼都行 它也可以做個 簡易的雷巴 用竹子圍起來 也可以 所以這個房子呢 就是 可以五年一千 租近年幅 一千一個月 一萬二億年 好了 大家解的怎麼樣 我是阿海 這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